马文光董事长 毕业于国立屏东科技大学农场经营科 在毕业多年后 重回母校取得硕士学位 我家兄弟都是舞台的 包括我姐姐 我是在民国68到69年在台湾 这个屏东农业学校 也就是现在改制为的 这个国立屏东科技大学 早期的技术班念完了以后 就回到桥居地 跟我们当地的这个学业 整合起来变成境外硕专班 给我们这些已经回到桥居地 多年的这些学生 重新在充施自己的这个姿势 马董事长于2002年成立大草原 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将成衣废弃品回收加以利用 推动再生循环的经济理念 也于2016年成立智慧型农业生产事业 将台湾农产品积极进口 是各东南亚国家开拓市场 以此支持台湾在地农产品 并于三年后成功举办 第一届马来西亚农林林牧业展览 分享台湾智慧型农业发展技术 推动两国教育及产业上的交流 除此之外 也积极推动争取与马来西亚 官方承认中华民国兽医系文明验证 成校师施展总共有120位 在2019年3月30号就参加我们的农云林牧业展 在马来西亚的办法 那可以说声势浩大了 所以取得非常好的这个成果 展位我们总共有72 都是我们站座 都是我们校友的自己的成果的成果展 当天有超过5000人以上的这一些 社会人士来参观这个社会 取得对方的成就 就是非常要感谢我们母校 给我们校友马来西亚这个校友会 我们得到校友会发力的支持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成果 马董市长虽然远居于马来西亚 但是对于母校平科他的贡献良多 于2015年8月 马文光董事长接任 马来西亚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校友会会长 在四年任期内 与母校密切互动 每年带领校友们返校参与校庆的活动 凝聚全国校友情 永续评科员 且在2019年出版迈向18周年特刊 并举办校友之夜 成人晚宴 提升母校在马来西亚的声誉 母校校长及师长 赞誉有加 感谢我的母校啦 平东科技大学 那培育成我们成人成才啦 那今次我以平科大为勇啦 他是平科大以我为勇啦 马文光董事长 不只努力对母校做出许多回馈 更是发挥在台所学 致力于智慧型农业发展 行销布局东南亚市场 积极提升台湾农产品形象 对于企业工商这块预贡献良多